举个例子 比如说扫明有一个T4的收入 25万 基本认为已经快达到最高税率 这个税率叫做什么 叫做编制税率 不是说我整个25万 都是按照53.53去交税的 也就在这个25万之上 再有个租金收入的话 那所有的这个 在这个上面产生的收入 都是按照最高的税率 53.53来整 我们把这个叫做编制税率 我们已经假设了 扫明持他的收入 至于更安省的最高的税率来整了 那所以我们假设了 2024年啊 小明卖了一套投资房 那产生的净收益有30万 可能大家觉得 卖一套房就占了30万 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 我这里已经用了一个叫净收益 净收益是什么 不是说你房子卖掉的价格 是你卖掉的价格 减掉什么 你卖掉过程中的律师费 佣金 Staging 各种各样的费用 再减掉你的买价 你买房子的时候的成本的价格也去掉了 还要减 可以减掉在这个房子 有些重大的这种资本的支出 装修的支出 对吧 再比如说我们要提前把贷款结束 贷款的历史会有些罚金等等的 这些都扣掉了之后 我得到的一个净收益了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30万数字 其实也不算是个小数 所以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了 如果假如这个房子 是在6月25号之前closing的话 那也就是我们遵循一个政策 对吧 你的净收益也就是capital gain 那它有30万 但是我们说了inclusion 因为有个50%的因税的比例 所以你计算到你的替文的报税的时候 是按照50%去计算 那就意味着你的因税的capital gain taxable capital gain 只有15万 对吧 那我们假设它的编制税率 已经到了53.53最高档的话 所以卖掉这套房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扫名要交的税 不考虑别的 那大概要交多少 8万0295块钱 8万多是你交的税 你挣了30万块钱 交了8万多的税 那你的实质税率 就是在多少 26.765 假如这套房子在 6月25号之后closing了 对吧 改变的是你记录到 你的个税申报 替文里面的taxable的capital gain 也就是你的收入的金额会增加了 也就是说你前面的25万 你还是按照50%的inclusion rate来算的 所以前面的25万 对应的还是50%的inclusion rate 但是超过的 也就是25万到30万的部分 剩下的这个5万 我的inclusion rate就变成三分之二了 所以通过这样来计算出来 其实可以看到 我报税时候的 因税的资本利得 就不算是15万了 增加到了多少 158333了 那他要交的税 实际就会增加到了多少 84755了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当一个30万的capital gain的情况下面 小民一共要多交多少呢 是不是新政以后 他要交84755 新政以前的话 他要交80295 小民要多交4460亿的 个税 那所以在新政的情况上面 卖掉这套房子 小民的实际税率 就变成了多少 就是84755 去除以30万 整个收益 变成了28.25的 实际的税率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情况上面 整个的新政 对于我已经在一个 最高边际税率的情况上面 我有一个30万的capital gain的 情况上面 那这个部分的capital gain 对我税率的增加 大概在1.5个点左右 对于我